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整理之后 人民生活水平再提高 同时人口也在迅速增长 为了控制人口维持平衡 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的政策 人口增长得到了控制 我国在控制人口增长 可二战之后有些国家 却想尽办法地增长人口 苏联和日本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损失都十分严重 众所周知 战争中主要是男性在乘风险阵 打派敌人 虽然是经过不让虚眉 但相较以男性来说 女性在战争中的数量 还是比较少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 百姓颠沛流离 士兵死伤无数 导致在二战结束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大街上 都看不到男人只有女人 虽然二战之后 给大家带来了和平稳定的生活 但是生存繁衍还是要继续 为了使人口快速恢复 苏联实施了著名的英雄母亲政策 能生下来十个孩子的母亲 被一位英雄母亲 并会为她颁发殉章 苏联总统斯大林 曾亲自为生下40个孩子的母亲 送去家乡 除此之外 他们会对每一个母亲 都会带来很多福利 也只是因为苏联的这些政策 在很短时间内 就迅速恢复了人口 日本也遭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和苏联不同的是 日本人只把女人当作生育机器 毫无尊严可言 他们在越南柬埔寨 菲律宾 马来西亚等一些东南亚大国 大量招男工 等男工招来之后 便任由日本女人挑选 随意地发生关系之后 生下孩子 这个方法固然有效 但他们不把东南亚工人 和日本女人当作人看 只把他们作为繁衍后代的机器 遭到众多国家的唾弃 女性相较于男性而言 暂时这个社会上弱势群体 理应被平等地对待 而不是只被抓来 当作生育的机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